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在节目开始之前 如果您喜欢这档栏目 欢迎您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本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最新发布时收到来自有关的通知了 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仍然是白宫方面对于中国的最新举措 首先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现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高级顾问们已经排除了破坏美元与港元挂钩的可能性 根据彭博新闻社在上周的报道 白宫和国务院的助手们曾经权衡过 限制香港银行与美元接触的可能性 以此来回应北京 但是根据其中一位人士透露 在倡导者没有办法获得足够多的内阁支持之后 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反对此举的人士担心此举难以实施 并且最终可能会伤害到美国 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南海军事霸权的竞争 到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处理等问题不断爆发 在周一早些时候 北京方面宣布了对于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还有泰德克鲁茨实施制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举动 而此前美国因为在新疆涉嫌侵犯人权 而制裁了中国执政共产党的高级成员 还有另外三位成员 北京则多次反击华盛顿 不合适地干预了中国内政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在周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现在美国总统对于中国的心情感到很不好 而几个小时之后 川普政府的国务院就拒绝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 改变了此前在地区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 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而根据来自CNBC的消息 今天下午在一次圆桌座谈上 川普总统再次被问及了 现在川普政府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时 与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否仍然完好无损 川普总统回应表示 协议现在完好无损 因为中国方面在买东西 他们买不买那是中国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们的确是在买东西的 而受到遭到中国制裁的美国政客 周一普遍是以嘲讽和蔑视的态度对于制裁做出了回应 说这样的惩罚措施毫无意义 并且誓言将继续就北京的人权问题挑战中国政权毫不动摇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周一宣布对美国的立法者 还有一位政府官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报复华盛顿上周制裁中国官员的行为 被北京方面挑出制裁的有川普政府的宗教自由特使 布朗巴克 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茨 中议院史密斯以及国会对华执行委员会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小组 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向国会和政府提供建议 国会对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则表示 北京对于小组的攻击只是加强了其坚定不移的共同努力 以确保北京和中国政府对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负责 我们的决心根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还有香港人权和民主法仍然没有动摇 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苏奥奇在推特上面这样表示 他提到了现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带来了多项立法 而这两项立法都已经成为了法律 尽管在国会中对于中国政府的不满和冲击基本上是两党的 但是被北京挑出的三位立法者都是共和党人 然而北京对于对华政策委员会的指认制裁 实际上把整个制裁的范围扩大到了两党 因为参加该小组的十七位立法者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 而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 该委员会的五个行政部门的职位目前没有填补 北京决定针对立法者而非行政官员 尽管上周对于中国官员的制裁是由美国的行政部门 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所规定的条款进行的 中国政府也没有具体说明自己的制裁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但是表示这些制裁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动是对等的 而被制裁的中国官员将被剥夺美国境内财产的控制权 并被禁止进入美国 美国国务院当时在声明中表示 北京的威胁不会阻止政府采取具体行动 追究中共官员对于新疆少数民族还有宗教少数群体成员 正在进行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声明还表示北京的举动对于不懈努力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犯人权行为的美国政府官员和组织 实施报复性的制裁 进一步表明中共拒绝为其行为负责 史密斯议员在周一表示 他一直计划在冠状病毒缓解后前往美京 香港还有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但是鉴于他现在被列入了北京的黑名单 可能没有办法成行了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 他说美国制裁中国官员严重侵犯人权 而北京的回应是制裁捍卫人权的国会官员 他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反对日益专制的中国政府压制自由和正义的合法愿望 而克鲁茨议员他是三月份提出立法的最初的共同发起人 该立法因为强迫劳动问题而事实上禁止从新疆进口产品 他在推特上面回应表示 我本来是打算带着家人去北京度暑假的 就在我访问德黑兰之后 克鲁茨是坚定不懈的中国鹰派 也是去年访问香港与反对派活动人士会面的少数美国议员之一 他在周一晚些时候表示 北京方面被吓坏了 现在正在大发雷霆 而共同担任国会对华小组主席的卢比奥 在推特上面则轻描淡写地说 中国共产党禁止我入境 我猜他们不太喜欢我 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曾经提出多项法案 挑战北京在人权方面的记录 包括最近颁布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法案要求中国官员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遭受制裁 尽管白宫对法案中有关制裁通知的条款之一提出了质疑 而且此前也曾经对于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立法有过犹豫 但是现在川普政府整体而言 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愿意在人权问题上惩罚北京的立场 上周的制裁是因为在此前涉嫌新疆侵犯人权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将数十家中国尸体包括政府和商业尸体列入黑名单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 政府最近还就北京在香港颁布的国家安全法 对一些尚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实施了签证的限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院颁布的对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最新立场文件 此前的华尔街网报也为您介绍到今天即将颁布的这一份文件中拒绝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绝大部分领土主张 具体而言国务院的立场文件表示 中国没有法律依据单方面将其意志强加于该地区 自二零九年正式宣布其在南海的九端线主张以来 北京一直没有提供任何已连贯一致的法律依据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根据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约 而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 组建的仲裁法庭在一项一致的裁决中 驳毁了中国的海洋主张 认为其没有国际法依据 仲裁庭在几乎所有的诉求上都完全站在了提起仲裁案的菲律宾一边 正如美国先前所言 也正如海洋公约所规定的那样 仲裁庭的裁决是最终的 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今天我们将使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公约中的海事索赔立场 与仲裁庭的裁决保持一致 具体而言中国不能在法庭认定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或其大陆架上对菲律宾提出合法的海洋主张 包括对于群岛的任何专属经济区主张 由于北京未能在南海提出合法一致的海洋主张 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对其主张的南沙群岛十二海里领海以外水域的任何主张 中国对于詹姆斯潜滩没有合法领土或者是海洋权力主张 詹姆斯潜滩是一个完全淹没的地貌 距离马来西亚只有五十海里 距离中国海岸大概有一千海里 世界不会允许北京将南中国海视为其海上帝国 美国与我们的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 保护他们对近海资源的主权权利 这符合他们在国际法下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捍卫海洋自由和尊重主权 反对北京在南海或者更广泛的地区 强行推行强权及正义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华为有关的一条消息 根据来自加拿大媒体的报道 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试图阻止华为高管孟晚舟 在其引渡案中获得一些文件 在法庭文件中辨称披露这些敏感的信息会损害国家安全 加拿大全球事务局驻南亚总干事 在向联邦法院提交的宣誓书中表示 如果向孟晚舟的法律团队透露敏感的信息 那么可能会破坏加拿大的外交战略 并有可能会伤害加拿大人的生命风险 这一位叫做哈特曼的人士表示 中国经常将其行为的后果归咎于外国政府 确保这种关系的管理不因为敏感信息的披露而受到损害 是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的 加拿大的情报机构与FBI之间 就孟晚舟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被捕仪式的删解文件已经公布 但是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听证会上反对进一步公布信息 美国希望引动孟晚舟面对欺诈指控 因为她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但是孟晚舟方面一直否认这样的指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官员提交的另外一份宣誓书中也表示 如果公布这些信息 那么可能会查出线人或者与其他情报机构的关系 从而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